山路开车因为自己的操作不当 经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尤其是现在过年了 回咱们农村老家 山路特别的多 上坡感觉咱们的车速比较慢 可能很多人都能操作 但是下坡的时候 如果验到这样的联系转弯 很多新手掌握不好打轮时机 尤其是刚拿驾招不久的朋友 掌握不好打轮时机 那么我们多来跑山路练习 它能快速的提高我们的车感 我们在进行山路下坡联系转弯的练习时 我们要记住 第一点 首先我们要提前观察好咱们弯道的弧度 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车速 选择打轮时机 遵行早打慢回的原则 哪怕我们开的是这种联系弯道 我们也要做好进弯前提前减速 如果速度太快 那么很容易发生咱们的交通事故 所以一定要减速 那么要加速 我们等出弯以后 我们再加速 大家都坐过车发现没有 为什么有的朋友在过弯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平顺 有的朋友过弯的时候 坐在后排的人 就发现特别的甩 甩来甩去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我们进弯不减速 那么第二点 我们在过弯时 我们一定要注意尽量的避免我们边打方向盘边踩刹车 我们如果减了速 那么我们过弯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用再边打方向盘边踩刹车 但是有的朋友就会分析没有提前减好速 那么就是边过弯边踩刹车边减速 这样就经常会容易发生咱们的车辆策划或者是测翻 第三点 咱们左转弯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咱们的A柱视线的盲区 A柱盲区比较大 我们一定要提前探神 把我们的身体坐起来 观察咱们的这个道路变化 如果我们是左转弯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尽量让我们的车辆安全点扫着咱们右侧的咱们的这一个马路沿 或者是像咱们的这种墙面 让它扫着贴着走 车身尽量的贴近右侧 对不对 我们左转嘛 一定要做到左转转大弯 这样好 我们才能避免对象来车刮蹭呀 或者是压线转弯的时候撞到我们 那么右转的时候 我们也要遵循的是右转转小弯 那么右转转小弯 我也是建议把安全点标出来 扫着右侧的咱们的这个障碍物 或者像咱们的这个路沿 扫着它走 是不是 让它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车界 咱们可以看 虽然乡村道路很多都没有画咱们的道路中间线 但是咱们可以看 有类似这种线的时候 我们就是尽量眼里 不要压线行事 如果压线在弯道上 就因为咱们自己的一个压线 可能就会和对象是发生碰撞 刚拿本的朋友 可以多练习一下咱们的山路 连续转弯的这一个开车技巧 它能快速提升我们的车杆 第一听听听听听 bike 好